反手下旋 当我们遇到旋转很强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重心可以稍稍沉低一点点 然后我们的板形可以稍微的扬一点 然后当你摩擦的时候 摩擦的时间一定要长 手握在拍子上的时间一定要握出去 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摩擦力 然后你才可以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如果要是球不是特别的转的时候 我们可以重心扬起来一点 就是整个人是要罩住这个球的 那么你手扬高一点直接往前拉 就可以了 就可以有很高的质量和出球速度 当我们遇到球非常转的时候 首先我们的第一想法 应该是要先上台 这是在训练和比赛中 非常保险的一种打法 那么我们上台首先我们的基础 是要先沉一点点 然后拍形稍微扬一点 然后摩擦的时间可以长一些 然后摩擦到前方 这样会保证你先要有一个过往的一个安全性 反手下旋转的时候 手指还是要发力的 那么手指发力的时候 我们的摩擦的感觉 一定要拉长就可以了 然后呼线一定要造的高一些 感谢观看